花林県政府以水值水量改善 生态富裕 水文化特色营造 清水环境营造 周边环境整合五大面向 进行水环境的整体规划 防灾之外更将生态系不纳入口粮 结合水岸与在地人文产业 形成文化生态权 水环境的建设是 经济部水利署在这几年 推动前三计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目的是希望在各个县市 推动相关的水与环境的改善 在花莲县来说 在过去在102年103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有针对花莲市跟吉安乡的 梅伦溪跟吉安溪 做过相关的整体的环境营造的规划 那其实呢我们在推动这个水环境计划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优先以美伦溪跟吉安心这两条 在花莲吉安人口密集区的一个主要的 我们的县管河川来推动水环境计划 那么在这个美伦溪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整体规划来讲 我们分成上中下游三个区段 那在上游地区 其实也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国富大桥的上下游 国富大桥上下游呢 过去我们曾经在这个美伦溪的右岸 有一个磅磊球的一个设施的兴建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区块的规划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运动园区 就在清水环境底下的一个运动园区为主 我们在这一次的 就是我们美伦溪的水环境计划里面呢 我们增加了一些相关包含这个 我们的溜冰 滑轮溜冰的这个设施 还有锤球场 那我们的足球场跟棒球场 那在左岸的部分呢 我们也把整个高滩地的部分 做了一个环境营造的整理 另外呢也增加了这个 我们现在有一个宠物公园的设置 那这个宠物公园的设置是东台湾 就是花莲宜兰还有台东 第一个的宠物公园 那另外呢在中游原则上呢 我们目前的主要的规划 还是以这个维持河川的自然的环境为主 在下游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从这个中正桥开始 那也就是还有我们这个 万寿冲水镇开始 一直到下游金华桥到出海口这个河段 那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很悠闲 其实很自行车漫步 然后这样子一个很开阔高滩地的这样一个范围 我们在这一次接近美轮溪出海口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台湾湖 那大家知道这个台湾湖在全台湾本岛大概有200只 那花莲发现就占了将近100只 所以这个台湾湖湖的一个一级的这个 生态保育的物种的这个棲地 很显然在我们美轮溪出海口这个周遭附近 是它一个很主要的棲地环境 我们也把这个适合台湾湖湖的这样的一个植物 也增加它的这个食源植物 包含这个林果蓉跟水桶木 那这个呢可以提供它的这个食物来源 那另外呢 在这个区块有很多的这个路线 在这个路线的部分 我们就是把我们周边有经过一些书法的这个林木 来做一些这个提供路线可以攀爬回溯这样子的一个路径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在整个水环境营造以外呢 也着重在这个生态的富裕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另外我们谈到吉安溪的部分 吉安溪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人工河道已经很完善的一条河川 那这个从上游到下游我们分成三阶段 上中下游去将周边这个吉安溪两侧的这个人型的通行环境 做得更友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下游的地方 我们也有做了一个营造一个这样的一个七角川公园 那这个七角川公园其实可以民众在 除了在上面一些我们设置的一些游具跟游乐设施以外 也可以走到底下这个吉安溪 那我们早期叫七角川溪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亲近河川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其实对整个整体的吉安溪的营造来讲 目前呢我们接到很多在我们改善之后民众的反应 就是哇这个吉安溪周边已经变成我们在这个吉安地区 甚至在旁边花莲市民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散步休闲 还有假日跟家人一起去散步的地方 另外这个吉安溪的出海口 走过去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太平洋公园南兵公园 这整个周边串联起来变成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众生活休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就是我们在打造这个吉安溪环境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我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吉安溪的这个整治的过程当中 像过去我们在人里桥跟豆兰桥 我们都有一些占用户的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占用河川区域 那整个环境营造不论是这个影响到交通也影响到周边的环境 那我们一次都将这些相关的债用排除还给河川一个完整也这个友善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后续我们在第二期的部分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回南湾流的这样的一个改善计划 这个就是我们在南兵公园就太平洋公园南兵公园里面的一个水道 那这个水道呢过去呢其实它是吉安溪本流的一个流线的动向 那经过这个多年的人工的诊治之后 它变成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分红的隔离水道 那这个分红的隔离水道呢我们发现了在这个吉安溪出海口 有这个所谓的橘池式细迹这样子的一种雨种 那我们特别的在这一次的回南湾流的水环境 除了营造整体周边的环境以外 我们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生态的这个漆地的营造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做了两个适合复域即使是细迹的这个水塘 这样它有一个路径可以回来 然后来这个地方做一个复域区 这个当然需要经过后续的这样的一个观察 看它的这个状况 那么此外呢在这个整个隔离水道 我们将两侧原本很生硬的很老旧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护岸打造成这个完全是属于 我们我们这个绿化的 那斜坡式的这样子一个很容易清水的这样的一个护岸 整个整体都改造了周边的环境的这个风貌 那未来在这个隔离水道里面 也可以行舟行船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跟规划 这个是我们在整个打造水环境计划的一个过程 华丽省政府透过会议以及推动平台的成立 邀请民间学者以及NGO团体 一起探讨相关水环境计划的规划 透过公司协力提升环境永续力 包含是民众还有我们民间的环保团体 民间的NGO团体 非常的关心我们这个水环境推动的计划 那所以呢我想在现今的相关的政策推动 包含这个公民参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民间的四部门跟民间的NGO团体 一起介入来探讨这个相关水环境计划的规划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推动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那另外呢我们也成立一个水环境计划的推动平台 那聘请了一些专家学者 当然包含一些民间一些我们这个学者 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这个议题 跟我们在推动工程的这个 实际上的这个工作上面 会有一些这个议题上面的冲突 大家当然希望说能够减少工程手段 那不过在一些沟通过后 我们当然有一些工程手段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步的考虑到 这个对环境的友善性 所以这样子一个达成公式 我觉得对于整个计划的推动也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生态检核的工作呢 不是只是说在规划阶段 在设计阶段甚至在施工阶段 跟未来完工之后 他都要去做这个全周期的生态检核 那导入这个生态检核呢 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在进行相关的设施 相关的工作的时候呢 必须要去留意到这个 这个县地它既有的生态环境 我们不要去破坏到既有的生态环境 我们在很多的工作面向上面 我们同步也考虑到整个生态检核的富裕 不但我们要减少对它的影响 还要能够让它的这个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再来就是其实就提到说 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整个台湾 整个世界都是极端气候 那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都市尤其是都会地区的这个 淹水的整治 那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叫做总和治水 就是我们过去治水就是各做各的 那这样的一个生态式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手段 那我们把这个小的水 倒到大的更大的这个排水系统 再倒到最大的排水系统排出去 那整个在这个运作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个构造物的设施 都有它的容量 你再大的容量面对现在的极端气候 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去承受 所以政府提出一些我们都市除了要治水 我们也要提高我们的城洪能力 所谓城洪能力就是承受洪泛洪水的能力 包括我们在做水环境计划里面 我们其实就是强调生态跟自然环境的维持 那利用这个所谓的浸流分担跟这个所谓在地制洪 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中游或者是在我们的某些区域 我们就已经利用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手段方式 让我们的洪水可以滞留在这个不同的区域 那让下游地区进到都市人口密集的地区的时候 它的洪水的量体就可以减少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反而是应该回过头来先去了解 整个在地自然环境的特性之后 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治水的规划 而不是无限的去加强 这个我们在地底下的排水设施 其实这个也是很有限的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推动未来的这个治水淹水 这样子的一个提升都市的城洪能力 其实才是我们现在目前推动的重点 请注意点赞 订阅 订阅 您希望提升 在中国事充ela ağ button 还是遮着自然的剌想 Acceptров症 属力的与永远 向ように允许 Хорошо 请 请